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我是803 请讲 喂 怎么了 有话请讲 有话请讲 喂 请进 刘总 刚才我接到个奇怪的电话 录下来了吗 录了 在这儿 放一下 你好 这里是803 请讲 喂 喂 请讲 喂 喂 快 帮我把苗镇叫过来 刘总 苗天长不是骨折住院了吗 哦 对了 叫乔丽娜 是 请进 丁小军 报告 报告 对吧 你怎么知道了 自从有了电脑 我从来没见你用手写过东西 今天又是用钢笔写 又是一脸的神圣 我就知道了 昨天回家 老爷子发话了 小军啊 过几天呢 就是党的生日 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说我有啊 我的理想呢 就是争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东方神探 老爷子啊 他就旁敲侧击了 向我花领次了 他对我说啊 我呢 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 已经有十年的党龄了 嗯 丁小军 努力吧 党的大门啊 永远向你敞开 谢谢努力 今后还请多多帮助啊 好 为了帮助你啊 就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再做一次我的搭档 又有新任务了 是这样 刚才接到了一个无头电话 无头电话 电话里只听到两句话 什么话 不要报警 不要报警 那还有一句呢 你不怕撕票吗 绑架 有这个可能 不可能 为什么 一般的市民报案 不是打到警署 就是110 怎么会直接打到我们803呢 总有特殊情况的呀 哎呀 这党的生日快到了 发生撕票不大好吧 嗯 其实不好啊 简直是影响恶劣 那头头没有什么指示 要我们迅速接触被害人 了解真相 那快走啊 哎 提什么 让我先泡皮茶 哎呀 乔警官 这是绑架案 人质的安危 戏于千军一发之间 去早一步去其一步 就会阴阳相隔 那有天大的差别 哎 我也是警校毕业的 受的教育可不比你少啊 哎呀 这水里活力 什么感觉不一样 你看你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那是个无头电话 那就把头给查出来 寻着蛛丝去找马迹啊 嗯 朱葛平已经去查了 强琳娜 强琳娜 朱葛平回来了 朱葛平 查到什么了 查到了 那个打电话的是谁 护主叫潘武海 他住哪 住在陆家嘴东方路口 黄金地段 那他是干什么的 是前店后宅 开店的 开什么店 开的是海鲜馆 海鲜馆 那个那个潘武海 是外地人吧 不 三家港人 所以他们家的店 叫三家港海鲜馆 听说他们家的 海鲜馆馄饨啊 是玉满浦江两岸 户上的小老板们 都已能吃到 他们家的这种 馄饨没光荣 哪有那么多海鲜啊 真是的 搞错了吧 误以稀为贵嘛 这个与本案无关 也许有关啊 那头头们有什么指示 刘总指示 苗探长骨折住院 此案呢 如果成立 就有小鬼当架 哎呀 嫩煮扁蛋 腰压千斤蛋了 哇 机遇 快说 胆子压到谁身上了 继续给谁了 快说 刘总命令 此案由刑警 乔丽娜 诸葛平 协助丁小军完成 乔丽娜 到 诸葛平 到 Let's go 出发 不要研究一下 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是 丁警官 再说三峡港海鲜馆的老板 潘武海 因儿子被绑架 交集万分 又怕远在家乡的老爸 潘阿根知道孙子的事 更是火上交友 于是赶紧给老爸打电话 先稳住他 喂 我是潘阿根 老爸 我是吴海 哦 好好好 有什么事吗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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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老头子 阿根 刚才信号断了 有什么事吗 爸呀 你一直在外面 我到传老大那里去了 今天是小训 海蛮力不多 只有三四斤 还有两条海鹿鱼 我买下了 我把他给你送来 别别别 爸 你千万不要送过来 不是 我是怕你送过来 所以打电话给你 什么事啊 吴海啊 什么事啊 出事了 没什么事 怎么你讲话 电三道四的 没有啊 这没什么事啊 那是你手机的信号不好 吴海啊 不对 你的声音 你的声音不对 发抖嘛 没有什么呀 爸 是不是工商局 来找你麻烦了 没有 没有 这两天啊 生意不太好 前几天进的货呢 还没用完 好好好 那好吧 我今天不出来了 哎 哎 吴海 哎 我的孙子好不好 喂 怎么搞的 我是潘吴海 我没有报警 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 我们家孩子 那个 吴海 吴海 你这么搞 你说什么 我是你爸爸呀 爸 我没讲什么呀 什么报警不报警的 哎 那个 是这样的 和他店里嘛 两个客人吃醉酒了 打起来了 一个伤了胳膊 还有一个伤了腿 我不想报警 我就没有报警 你胡说八道 你什么 我知道你胆子小 芝麻利豆的胆 不像我 我不管你报警不报警 你你你你 你叫我孙子听电话 叫小龙 叫小龙啊 叫他来听电话 爸呀 那个小龙在练琴 你还是不要打扰他的好 练琴 我怎么没有听到练琴的声音啊 那是我把门关上了 你把门打开了吗 你把门打开了吗 谁在哭啊 喂 喂 那个 爸 怎么搞的 喂 没什么 哎呀 你这扇门打得可真难哪 啊 快快去把门打开 把门打开 喂 喂 爸呀 哎 那个小龙练琴呢 啊 听到了吗 你这扇门打得可真难哪 怎么搞的 不对吗 你都不是不知道 你那个韩媳妇手脚太木了吗 不对不对 你叫你叫小龙过来听电话 我要跟他讲话 我要跟他讲话 啊 好的 那个 小龙啊 爷爷叫你听电话呢 啊 什么 啊 好好好 好的 爸啊 那个小龙说亮好琴 他待会儿再打电话给你的 这小家伙就像我 隔代相像 做起事来很专心的 你告诉小龙啊 我给他买了一只小狗啊 正宗的北京哈巴狗 很好玩的 小龙大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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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 别着 你在叫我 你在叫后 也没有我孙子的小提琴好听 哈哈 哎 哎 红烧昌鱼青城海外 盐水白米香外 扎啤酒三泽力 来 哎 哎 小君 你看 三甲港海鲜馆 金子装饭还挺新的呢 走 进去 按第一换来这些 哎 有座吗 哎 有有有 先生小姐 里边请 哎 你们这儿怎么还唱菜单 唱菜单啊 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 本店恢复传统 哎呀 热闹 长人戏嘛 哎 小姐 来来 请点菜 哎 你们这儿有什么特色菜啊 哎 不知道小姐想吃什么档次的 高档 哎 石枪回甲 东海四大鸣鱼 石鱼 哎 那不是长江鱼吗 哎呦 小姐 这你就不懂吗 石鱼呢 产暖在长江 哎 长在东海 只有吃了海水呢 身上才鲜味无比 哎 长江的石鱼啊 嘿 甩出三条马路来 你们这甲鱼是家养的吗 大哥真失货 哪敢用假货 骗你了 哎 我们可是慕名而来啊 只想吃海蛮鲤馄饨 海蛮鲤馄饨 要五十块了 五百块也要 二位美食家 知道了 给二位啊 绝对是亮福 为美 哎 两个台特级馄饨两馆的 特级馄饨 这个就叫 八学的 别哭 快 喂 我是潘乌海 喂 潘乌海吗 哎 你听好了 我听得了 我听得了 我是井龙手 啊 那个井先生 井 不 井 井叔叔 你我 你报警了吗 没有 没有 我哪敢呀 我 你想不想听你儿子的亲生呢 醒 醒 我儿子 爸爸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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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儿子 直来 直来 醒醒 他老板 我听着呢 听着 你不想起立子散吗 不想 我不想 好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付款呢 这 一百万现钞 我实在拿不出来呀 没有一百万也行啊 那那谢谢你了 我谢谢你了 我代表全家谢谢你 这样吧 少一万 端你儿子一根手指 少十万 你儿子就没手指了 不要 妄子成龙 我看要变成一条虫了 你这辈子呀 咱也听不到你儿子的情形了 别别别 我想办法 想办法 好不好 三天 先去三天 知道了 知道 知道就好 喂 喂 我怎么跟你联系呢 等我这儿呀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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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来 你醒了 醒了就好 你找我衣服干嘛 爸 你 你还我儿子 还我儿子 你疯了你 是你上花蛇草 瓶上了狐狸精 上狐狸精绑架了我儿子 瞎说个屁 新妹子不会的 新妹子不会的嘛 你还护着狐狸精 我也不要命 你 你别 干什么你 我已经叫头懒额六神无主了 还闹什么闹 有本事 你有本事跟毛匪去找去 跟他们决道去 老板 老板 不好了 出事了 又怎么了 老板 一个女客人吃了馄饨 吃肝肚子疼 她说中毒了 吵着让你送她到医院去 什么医院 我没空 你送她去 老板 这个女客可是有来头的 工商局的陈局长 是她的表哥 她已经给陈局长打过电话了 陈局长 让你送她到医院去 无漏又缝连衣语 我盘武海是做什么孽 这一碗馄饨会中什么毒吗 谁是老板 你是谁 我是上帝 你们店的顾客 你怎么到我房间里了 陈局长要你把中毒的顾客 送到医院去 你是没听到呢 还是听到了不愿意 你是工商局的吧 你别管我是什么局的 人命关天 一护了病情 你担当得起 好好好 我去 我去 你还站在这干什么 快去叫救护车 我马上去叫救护车 救护车已经交了 那就走 老板娘一块去 不不 那个 他 他等电话 等电话 我去了 他就不要去了 等什么电话 天大地大 人命最大 救人要求 我不是已经去了吗 中毒的是为小姐 老板娘一块去 方便照顾 你知道不知道 这 好好好 知了 那就去吧 你去拿点钱 要不我去叫个女服务员去 什么 陈局长的表面 你叫服务员去 你什么意思 你 好好好 知了 走吧 阿四头 店里你照顾一下 快 是乔小姐吗 是 快把病人抬下来 我就挂急诊 不用挂了 我们已经联系了专家 专家等着呢 快抬起病人 跟我来 老板 你抬头 我抬脚 好好好 疼死我了 快点 马上就到 你们跟我来 闪开 快闪开 让一让 快上电梯 拿得起的 八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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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楼是我们党委办公室 我知道 专家在党委接待室等着呢 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 我们开了个后门 对 开后门了 开后门了 不行 你不看我看了 你怎么自说自话 扣了奖金谁赔 我赔 来 当心 别动上病人 好了 到了 请进 进去吧 把门关上 好 乔小姐 应该起来了 你家呢 好 你还要躺着 潘老板 海湾里浑寸真是好吃 你 你不是 中毒吗 你们 你们都是什么人 我们是803 803 这是我们的工作证 803的同志 救救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被绑架了 我的老儿 求求你了 求求你们了 别哭了 别哭了 你添乱了 这回可得救了 不 不能报警 对 我们不能报警 不能报警 潘武海和高知兰 涉于绑匪的淫威 不敢报警 年轻的刑警们 不露痕迹地 将他们请出了海鲜馆 潘武海 是不是吐露了 儿子被绑架的实情呢 请继续收听 大型系列广播剧 刑警803 优优独播剧